许玉 定位 事件与宇宙技术 技术理论家许玉是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的弟子和斯蒂格勒一起合作了约十年 许玉在今年年初出版了英文版《论中国的技术问题》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提议想象一种中国的技术哲学 它可以回应海德格尔的挑战同时质疑技术和科技 在人类学上的普遍性本文整理自2018年1月11到12日 荷兰奈梅亨拉德伯德大学的技术哲学再次处于交叉路 唐伊德和贝尔纳斯蒂格勒专家工作坊 许玉 云埃维纳赞助期间的某天下午 我突然感应到雷电梦然一闪 其后回复 凭静我的念头随即一闪宙斯 海德格尔GA 其十五 十五 我希望回到工作坊的论题 技术哲学的交叉路 两名哲学家 唐伊德和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思路对质 并相交错成多条新思路的形成 如果非要选择其中一条思路 不如尝试与交叉的思路中寻找定位 Head Time 海德格尔在他对格奥尔格特拉克尔 Dickel的评论 Bi Sprach M Dedict 里写到定位 Elliotsohn的意思是 点出适当的位置 Thus Wisen In Ben Odd 并留意其位置 我们需要多次定位 每次定位更需根据其背景与前摄 找到自身的位置 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 先是为交叉路及技术问题定位 然后将第一次的定位再次定位如海德格尔 再评论 特拉克尔的诗歌时说到特事的诗的定位是 离别或分别 而它对应的位置是西方 也就是业的国度 一 交叉路的定位 这个定位必须以对海德格技术哲学的部分否定或偏离 作为起点一方面 这个起步将引领我们前往后现象学技术哲学的探索 另一方面它将引领我们重建胡在尔和海德格 对科技的现象学研究 Phenomenal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两个处境接罗用海德格尔的分析 来重溢技术哲学未来的议程 只有通过重建本体差异 的内部动态以回应海德格尔分析 我们才可以偏离于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在这 而我们必须对自己做出以下的提醒 唐伊德唐伊德对海德格尔的否定 出于他对海德格尔的怀旧情怀即将古希腊词 浪漫化的反感 他认为海德格尔的曲态过分 简单化了现代技术海德格尔于1949年发表的演讲论技术的问题 首先建构并描写了技术的本质 Poses the The Stale的历史性范式 转移这个转移标志了前现代和现代科技的分界 海德格尔的分析可以备有系统的理解 为存在Side和存在物 C and Us之间的本体差异 这个本体差异 早在1927年的存在与时间 中被勾画出来更在三十年代的转向 但其后进一步显现它将存在的遗忘 Side Fergusonheit 视为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或完成控制论 Cybernetics标志了这个形而上学的终结 同时如海德格尔1967年接受静报 访问时所指出的控制论 继承了哲学的位置控制论 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生产主义形而上学 Productionist Metaphysics的最新产物 它标志着存在的遗忘的最新体现 的理解 意的认为它们并不可以 被简化为海德格尔所指的同质性工业技术 因此它间接地否认海德格尔 对现代技术的本体论和存在论的批评 并以此开启对海德格尔的批判